因為前陣子剛好有看那個馬英九先生跟那個習近平他們那個會面 看起來是友好啦 兩岸交流我是不太相信啦 因為只有兩邊不交好的狀況下 美國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520之後應該會有一段緊張期 但是我個人沒有看好也沒有看不好 就是還是大家都是以維持現狀為前提 就是我覺得這大一向就是打關牆啦 我會欺騙我自己覺得是安全的 兩岸關係現在有變好嗎 520之後會更好嗎 還不知道啊 觀光客如果來得多的話就是有變好 如果觀光客還是一樣遞減 就是中國大陸的觀光客如果都沒有變多 對那就是不好啊 因為其他國家也是可以到中國大陸去的吧 對啊那為什麼台灣不能組團過去 我個人會覺得變得應該社會更差 因為如果說民進黨不背離他原來的初衷的話 並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共識了 況且現在這個中國大陸他們的經濟 他們的產值都已經達到世界的機會 要Top5裡面了 應該會變好吧 因為現在國際趨勢不是 美國那邊不是在打仗嗎 那我覺得目前現在的敏感時期 應該兩岸關係不會讓它變得更差 因為前陣子剛好有看那個媽媽 馬英九先生跟那個習近平他們那個會幕 看起來是友好啦 那我覺得目前短時間 他對台灣應該算是友善的啦 欸這個要看吧 因為畢竟也是要說就是我們自己台灣這邊 我們政府這裡怎麼樣的規則 就算好真的戰爭來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防護措施 這個我其實覺得最好的話 政府這邊應該跟我們一些人交代吧 有啊就是我們班上會有中國大陸的同學 我覺得就還蠻OK的啊 就是他們也不會特別的刺激 說什麼台灣中國這樣子 520之後應該會有一段緊張期 但是我個人沒有看好也沒有看不好 就是還是大家都是以維持現狀為前提 今天賴清德政府上任之後 應該還是以台灣的利益為優先 而不是頻頻去跟對岸打招呼是好吧 我相信台灣越來越好 但是我也希望不是因為靠 中國大陸的關係有越來越好 更好 因為好人一定會做好事嘛 然後他一定會 把我們的台灣用得很好 所以我們不用歡樂 應該是維持現狀吧 怎麼說 我覺得不會更壞也不會更好 因為現在民意就是不想要 不想要同意啊 就是要台獨啊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也不可能違背民意 我覺得應該沒有變 賴清德上台之後應該也會延續 蔡英文的想法吧 所以應該比較不可能會變現狀 美國人說樂見兩岸對話 你怎麼看呢 看起來應該是他會想要 我們就是跟馬英九時代的政策走 比較希望是像以前一樣友好吧 兩岸交流我是不太相信啦 因為只有兩邊不交好的狀況下 美國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我覺得應該也是說真的啦 其實兩岸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不是到這麼了解 但是我覺得其實如果不好 對其他國家應該沒有太大的好處啦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他真心想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畢竟我們跟美國也沒有到說是邦交國的事情嘛 那如果說真的有意想要兩岸共處 然後想要跟我們台灣做合夥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是蠻好的 如果兩岸和平共處都要有好處嘛 我可能會往這方想 可是我還沒有想過 美國當然要講官方說法 那但是他不是生活在台灣的人 所以他不知道台灣人民的感受啊 不管是誰上任 應該還是維持現狀為優先吧 就是我覺得就是他一向就是打官腔啊 就是可能跟之前的態度是一樣的 就他也不敢違背中國 可是他還是會支持我們的民意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兩岸交流是 是不錯的一個方式 美國如果這樣提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啦 畢竟不要有衝突 這件事情是比較好這樣子 只不過是在於交流的方式 要怎麼交流是一回事 習近平和拜登通話 強調台灣問題不可逾越紅線 你覺得台灣安全嗎 根本不安全 那個都是作戲給別人看的 千萬不要相信 所有的政治家 你只要在檯面上看得到 都是假的 我根本覺得算蠻安全的啊 因為就沒有什麼意圖 要讓台灣變得不安全啊 我覺得 我其實覺得算是還算可以 就是只要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自己管理好自己就好 目前還沒有感受到太不安全 是覺得太安全 但是沒有仔細去感受 就是其實就沒有潛在的一些問題 我會欺騙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是安全的 以中國大陸的立場 他一定是希望你們要聽我的 所以總是會來刷一下存在感 安全啊 因為我對這個政治我也不知道啦 我感覺是安全啊 他們不會打過來 真的 我不會騙你 安全啊 因為我覺得對岸不敢打過來 他們也會有他們的顧慮啊 我覺得還蠻安全的啊 如果說 今天中國真的想打過來的話 必須先搞好他們自己的 包括經濟啊 因為打散一定需要錢嘛 而且其實我覺得 他如果真的要打過來的話 不只是美國會出手 日本應該也會跟著出手 對 所以我覺得他打來的紀律不高 所以我覺得我台灣實際上都很安全 YAHOO